好 要開始了嗎 開始了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全 我們現在在 這裡是哪裡 新莊的台北醫院外面 那我今天來這裡幹嘛呢 今天來這邊就是要打疫苗 應該是打莫 莫德納還是莫納德 莫德納 為什麼我根本不記得是因為 我打從一開始就覺得 我應該打不到疫苗 結果沒有想到 我被歸類在第七類裡面 對 這是一件非常好運的事情 好 那我們準備去打疫苗吧 走 他在台北醫院急診室的對面 是慈濟的講堂這裡 報到 我來這邊打疫苗 是盧州建議所分發過來的 然後為什麼是盧州建議所分發的呢 因為那個外送人員啊 像熊貓就是統一他們的名單 然後就是會送到交通部去 然後交通部再把名單派發到 各個建議所 然後建議所在 不知道是抽籤還怎麼樣 然後再通知你就是來打疫苗 那他有跟我說就是你要準備兩樣東西 就是你的身份證跟健保卡 那當然就是可能等一下也要出示你 在熊貓登錄的帳號給他們看 走吧 好 GO 你好 我現在是 玩意外送的 外送的 外送的 這邊嗎 找出來 好好好 上面就好 喔 上面就好 喔 上面就好 好了 掰掰 好啦 掰掰 這邊總共分為 兩個走道 一個是 外送平台人員的 專用走道 然後一個就是 有預約登記的 民眾 一般民眾的 管道 然後 進去 報道處會少 QR Code 然後 右手邊那邊是 等待區 就是家屬陪同啊 或者是什麼的等待區 然後 環境大概就是這樣 前面都會有引導人員 然後 報道處那邊也會有引導人員 所以大家就是沿著 指示 然後 進入自己的 那個 路線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嗨 大家好 我是 打完疫苗的阿犬 就是進化過的版本 2.0 這樣好像有點浮誇 反正就是我比較不用擔心會染疫 或者是突然蛤屁之類的 好 那 我現在在這個位置呢 我忘記我剛剛有沒有講了啦 反正就是 這邊是 台北醫院對面的 原坑市台北獎堂 然後他們在這個大樓裡面 施打疫苗 對 然後其實進去裡面阿 就是 你做報道還有就是 等待的時間 是比較長的 然後裡面的護士都非常的專業 只是說 欸 先在這邊坐 然後就是扎一下 然後就結束了 蛤 有漂亮的護士嗎 其實蠻漂亮的 至少這個地方很漂亮 對 以下我不知道 因為都蓋起來 我看不到 聲音也蠻甜的 對不對 就服務態度也都很好 我覺得蠻棒的 有安撫作用嗎 有什麼副作用 我說安撫 安撫作用 對對對 你在打的時候 你會覺得特別的舒服 你知道 所以其實你不會很在意 你被打針 欸 尤其是他們的功夫很好 真的是 扎一下 欸 就結束了 其實沒有感覺阿 我連被扎的感覺都沒有 那 就是出來 你打完疫苗出來之後 你要去休息區等15分鐘 然後等15分鐘之後 你沒有任何的異狀 你就可以離開了 他們也不會攔你 就會告訴你說出口在那一邊 你就可以走了 然後 但是因為這裡結構的關係阿 所以它的 它的出跟路是同一個地方 你哪裡進去的 你就會從隔壁出來 然後你會從這個大門 再從 就是再出來一次 對 它不像那個 想要飛去的台大那邊一樣 就台大那邊會一個進一個出嘛 對 對 那邊動線比較好 但是這邊動線可能就會差一點 但是其實 施打的速度蠻快的啦 就是我整個過程 就是我整個過程 就我整個過程其實 比小愛飛快 有沒有快一個鐘頭 我也不知道 應該有吧 很快耶 其實我們這次大概不到一個鐘頭吧 你8點40左右進去的吧 對啊 我大概9點25就出來啦 都不到一個小時耶 其實真的很快 搞不好我們拍片的時間還比較久 真的 那反正就是 還在等著大家 就是也不用緊張啦 我相信台灣的疫苗數量 其實會慢慢的變得很衝突 就大家應該都會打到 然後 就是你打完疫苗之後啊 你就會有一張這個 等一下喔 就是這個 疫苗接種紀錄卡 就代表你已經接種過 第一劑或第二劑了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我不曉得 也不確定 現在有沒有人打過第二劑了 反正呢 就是這張卡片就長這樣 對 然後你打完之後 他會登記一個時間做紀錄嘛 對 然後他下面有個第二劑的接種時間 我的是空白的 聽說有些 朋友 他的第二劑這邊是已經填上時間的 這好像是因為政府相關規定 還沒有改變之前 他有辦法去預估數量 就是幫大家就是做出 就是你第二劑可以接種的時間 那現在為什麼不寫呢 因為他們政策改變了 對 就是跟翻臉跟翻書一樣 不是啦 總而言之就是政策改變了 目前因為可能施打的人數 跟意願變高了 那 那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去規劃 跟控制他的疫苗的數量 然後來預測就是 你第二劑可以施打的事情 然後你可以就是去那個 1922的那個網站還是專線 就是預約你施打第二劑的時間 那當然就是 也希望就是 熊貓平台或者是什麼的 就是可以 就是協助大家去施打第二劑啦 因為這樣子好像其實 以我今天這樣跑下來的流程看來 是會比較快的 對 就是從比你自己去預約 然後再去登記這樣打 會快很多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齁 那其實今天大概分享就到這邊 打完目前大概已經 現在幾點啦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喔 打完目前已經 現在9點40幾分啦 我算大概剛好 剛好大概打完半個小時好了 欸有嗎不到 有半個小時 對大概半個小時 目前有什麼感覺嗎 除了手手有點痠痠的 其實沒有特別的感覺 那希望我也不會有什麼副作用 跟小阿飛一樣 小阿飛真的是非常的健康啊 活跳跳的 是活跳跳 我也是有一點點點小小的副作用好嗎 你說你那個一點點點點點的副作用是 只想睡覺嗎 嘿我的肌肉也是會痠痛啊 只是沒有到全身痠痛 要在打之前就有了好不好 你不要胡我 我天天想睡覺 好那我 反正我今天打完疫苗 目前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如果回去休息 一下我可能下午還會接著就是 又出門去工作 今天要幫活阿羅做拍攝 對是他拍攝我幫忙啦 不是我幫他拍啦 對要講清楚 我沒有那個資格好不好 OK好 那今天這影片大概就先到這邊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阿全 我們路上見 掰掰 我是阿尔